我们来看一下备战区的情况 接下来代表德国队出战的是 德国战队的美女新人王 梅兰妮 霍南 那么代表中国战队出战的是 超新星男孩 陈志强 我 美兰妮 佳莱 但我认识 我不是平常 这样 两年之后 我认识 我想到拥有 我通过是有核心 我 完全是想到我的处理 然后我意识 我正在的 她称我 新党 但我有的方法 她称我 新党 但我接到我 新党 我 新党 但我 新党啊 属别的女王 我 新党啊 我身手 天才少年 陈志强 最强大脑第三季 燃起的一颗超新星 惊人严厉 破解星际之谜 怎么可能 但饱受争议的能力 我觉得不能成之为最强大脑 注定让她的竞技之路 一波三折 再登舞台 以陈卓队挑战 用实力破非议 成为实至名归的 中国战队成员 这颗超新星的光芒 能否照亮中国战队的成功之路 且看今晚一战 冰雪奇缘 电影中的冰雪女王艾莎所到之处 都会瞬间结冰 今天在最强大脑的舞台上 科学让这一切变成了现实 经过科学家团队特制的 醋酸钠过饱和溶液 只需轻轻一点 瞬间滴水成冰 现场两位选手 逐一观察每个容器中 溶液结晶成冰的过程 共30瓶 随后再制作5瓶同样规格的晶体 由嘉宾任意替换5瓶原有晶体 两位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 找出新换入的晶体位置 正确率高者胜出 若正确率相同 则又是短者获胜 我们欢迎德国队的美女新人王 梅拉丽 中国队的超新新男孩 陈志强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来 我叫Melani Hörlein 我来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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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陈志强 今年15岁 来自江苏南京 哇 15岁啊 好 黄教授 志强 今天是在你家门口 这都是你老乡 好好表现啊 我也是抱着毕胜的心来的 毕胜的心来 因为刚才也看到华仔 也是因为一些失误 所以丢了一分 我要给他扳回来 哎呀 掌声鼓励一下啊 我相信小强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对 Selina 刚刚领骗那个嘛 就是30瓶嘛 哎 怎么都没这么多瓶啊 因为在化学反应的过程当中啊 由器皿的这个品质 包括温度 包括其他的一些客观条件 有那化学反应不充分的情况 那么这很容易辨识 所以我们会把它替代掉 重新再做 明白了吗 哇 难度更高 就是长得太不一样的 你们不要的 对 它化学反应不充分 我们是不要的 就一定要30瓶很像的就对了 对 这个我们每一瓶的溶液呢 都是固定的1.5升 那么最后的结晶状况 就是一团血 所以相互之间的差别是非常细微的 我们整个化学反应的过程 是30秒到40秒之间 整个反应的过程结束 就意味着他们观察就结束了 没有太多余的任何一秒的时间 对 而且还有一个额外的挑战是 这个化学反应 就在记忆的时候 化学反应还没有完全完成 这样冰筋的形状 可能到后面还有稀微的改变 所以这都对他们的记忆 甚至是推理能力 有非常大的考验 天哪 好 喝吧 这是一个比赛 这真的需要两个脑脑的技术 成功的 我觉得Melanie 可能在记忆方面 Zhuzhang可能在感觉方面方面 可能在感觉方面方面 所以这会是很好的平衡 好 Zhuzhang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霍兰 准备好了没有 请两位进入观察区 1号 NUMER EINTH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很浪漫 一号冰雪凝结完成 好 请科学助理将一号冰雪放出陈列台 下面入座二号冰雪 他是非常地有信心的 特征我只要找到我就能记得住 所以我就小部分特征记得牢一些 二号冰雪凝结完成 每一瓶冰雪都是一片血白 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别是非常细微的 所以我们的选手需要观察到很多细节 才能够保证记忆的精准 五号冰雪凝结完成 检查一下五号 符合要求吗 五号冰雪不符合要求 好 请科学助理更换 现在我们制作的依然是五号冰雪 这太难了 五号 第五号 他这瓶没有成功就是我准备了可能就有点白准备 会对我那时候的状态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第五号冰雪凝是我的生命 第五号冰雪看起来很相似 和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三十个雪花瓶的制作过程中状况重重 一次次结晶失败干扰了选手的记忆 不符合要求 面对如此高难度的挑战 选手们能否成功记住这三十个随机结晶的雪花呢 主持人 冰雪已放置完毕 好 接下来请两位选手坐上东风标志508挑战杰座